轻补凉菜谱,椰奶轻补凉,轻补凉与水果捞混合版 1.煮稀米,锅内水烧开,倒入稀米,搅拌煮10分钟 煮至稀米中间只剩一个小白点的时候 关火,过冷水,直到稀米没有白点 进入冷水中备用 2.煮豆类,豆类1米要事先浸泡一晚上 冷水下锅,煮开后把水倒掉,再盛入冷水烧开 再倒掉,重复4、5次,直至豆类绵软开裂 3.芋头去皮煮熟备用,水果切粒备用 4.煮糖水,锅内加水,放入苹果、梨、葡萄干、红枣 加热制成糖水,加入冰糖、牛奶、椰汁,再次煮沸 5.把步骤1、2、3煮好的配料混放在碗中 倒入步骤4的椰奶,搅拌一下 OK,海南清补凉 海南清补凉是蜂蜜热带海南岛的特色冰爽甜品 海南清补凉主要是以红豆、绿豆、1米花生 空心粉、椰肉、红枣、西瓜粒、菠萝粒、鞍唇蛋 凉粉、椰奶等多种配料炮制而成的冰爽解渴饮品 骨类、绿豆、红豆、扁豆、玉米、芋头、玉米、西米、干果、花生、红枣、葡萄干、水果、西瓜、菠萝、哈密瓜、苹果、芒果、火龙果、猕猴桃、汤水、椰奶、牛奶、糖水 其他、龟苹果、珍珠、汤圆、冰块、鞍唇蛋、贝壳粉 1、每种里面选一两样就足够了不然会撑到哦 2、骨类可以不用提前泡好 加冷水煮开倒掉水再煮开 重复几次豆子很容易就煮绵了 3、西米煮到有一点点白芯的时候取出过冷水 4、贝壳粉煮15分钟左右取出过冷水 5、偷懒的办法是豆类可以一起煮 5、西米和贝壳粉可以一起煮掌握好火后也不会影响口感的 7、水果切小块再把所有准备好的了加进去 倒入糖水和椰奶轻补凉花椒鲍鱼汤 花椒及鱼肚是中国四大补品之一 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轻补凉下火去燥 花椒滋补清润是个健脾补肾的好汤 轻补凉药包中含桂圆肉 百合干、芡石、玉竹、蚁仁、枸杞、槐山、莲子 1、花椒用清水泡发一碗 香菇、腐竹节泡发 2、提前将雪鱼块用盐 黄酒腌制20分钟放开锅里 清补凉药材洗净备用 3、将椒和葱放入一小锅水里烧开 5分钟后放入花椒煮10分钟 捞出用冷水冲洗一次后 切块备用 4、倒入3公升水里烧开 加入花椒、雪鱼块、腐竹节、香菇和清补凉药包 用大火煮15分钟后 转用小火煮一个半小时 下盐调味集成 清补凉包呀 清补凉是广东人都喜欢煮的家常汤 其实每家的材料都不一样 但来去都是那几款 基本上的作用都是补中益气 健脾易肺 经常都说是夏天适合的汤水 第一步 药材洗净浸泡至松软 其子可能会有吊晒 需要多洗几次 浮神由于是筋块 所以会有沙 最好是冲冲水 第二步 将切片 洗干净 备用 第三步 鸭块 由于临时备料 所以家里只有冷藏的鸭块 也可以用新鲜鸭 不过建议不需要太多 鸭令汤更加有甜味 所以可以不需要多 鸭要先解冻 用热水煮一下 去去冰鲜味或者血水 然后用油和姜片炒一下 捞起备用 第四步 加水 水是用陶瓷饭碗凉的 一般是多少人喝就放多少碗水 还要多放半碗水 因为包的时间长 会蒸发一定水 先放姜片跟水一起烧开 水沸腾后 先把难熟的药材先放 例如瓷石和浮神 有些百合也很难煮软熟 也可以先下 红枣耐煮可以先下 红枣是撕开的 容易出味 旗子可以后放 5 带水再次沸腾就转小火慢慢煲 一直到瓷石煮到炸开 浮神看上去有点粉状 就可以下旗子 6 最后放鸭块 因为鸭下汤前有稍微煮过 就可以不用在汤里滚太久 太久肉质会变老 7 煮得差不多就可以下盐调味开喝了 5 10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